放松,调整自己,调整你的呼吸,倾听你的呼吸,感受你的呼吸流入,流出你的身体。 想象一下,在你的面前有一座石头的金字塔,这座金字塔足够大,让你可以进入。 你看到了金字塔的入口,从这里,你走进了金字塔,你走进一间,有一把椅子的小房间。 你可以坐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光线从头顶上方射入,恰好可以让你看得见周围,并让你感觉到舒服。 让自己舒适地坐着,这是你内在的圣殿,它与整个世界的振动隔绝开来,它与所有的覆面,以及三维世界的振动隔绝开来。 在这个空间,只有你的呼吸,你的高我,还有扬声大师。 现在,扬声大师会把光之金字塔带下来,并把它叠放在你的石头金字塔上方。 你可以以光之金字塔的形态,来体验你的光体。 它与你所在的金字塔,有着完全相同的大小形状。 它会将自己,叠放在你的石头金字塔顶部。 允许光之金字塔,以舒适的速度,缓慢地下降。 直到它,完全包围着你,如果你观想它有困难,没有关系。 也许,你更像一个感觉者,而不是一个观想者。 简单的呼吸,冥想和感觉。 去想象这种感觉,感觉环绕着你的光体的激活。 我,你被隔绝在这个空间之中。 现在,我们将通过观想的方式,通过我们的以太提,乘坐梅尔卡巴载具,进行一次小小的旅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持放松和呼吸的状态,我们要去度假了。 当你冥想的时候,你正在被传送,如果你渴望加强你光体的体验,可以在心中做出这样的请求,就会接收到回应。 我们正在不同的维度之间穿梭,你可能感觉自己坐在这里,不过同时,你也在旅途之中。 你或许感觉自己正在下降,这样说吧,你正在着陆,就好像你在空中飞行,然后降落一般。 在你的面前,金字塔的一面墙上,有一个门口,你观想自己站起来,并从门孔道中走出。 你走出了这个门口,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美丽的岛屿,一个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屿。 这是一个专门为你准备的渡假点,你拥有自己的岛屿,这是一个专属于你的美丽的小岛,你觉得它很漂亮。 空气在最适宜的温度,光线也很优美。 海洋是美丽的蓝色,天空也是蓝色的。 我们要在这座岛屿花一点时间,这个岛屿可以带来疗愈和平衡。 只要你有需要,你就可以去那里。 当你走出金字塔,走向海滩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岛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同于你以往所体验过的。 岛的海滩是由散落的水晶形成的。 当你在海滩上行走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些美丽透明的晶体。 你走在海滩上,你可以赤脚感觉到它们。 当它们消失在美丽的蓝色海水之下时,你会感觉它们就在你的脚下。 你可以走入水中,感觉海水冲刷到你的脚上。 你也可以去细水,去感受这样的体验。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开始对你所处的环境感到好奇。 你觉得要去探索一下。 你想环岛走一圈,沿着海岸线去探索。 你沿着海岸线走着,你注意到岸边石头的颜色在不停地变化着。 你沿着不断改变颜色的石头海滩去冒险。 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黑曜石的海滩。 你走在上面,你去感觉这些石头。 你可以坐在石头上面。 你也可以细水捡起它们,去感觉它们。 你也可以躺在黑曜石的海滩上,把双腿置于海水之中。 你可以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去体验。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与这片黑曜石的海滩连接的时候。 你的地球之星脉轮被打开和净化。 你感觉到了疗愈的能量。 在这个脉轮之中,你感觉到释放和放松。 这是一种安全感。 这是一种与大地连接的感觉。 这就是黑曜石能量的感觉。 当你体验了一会儿之后。 你再次变得好奇。 开始继续散步。 你来到了一段由深红色的石头所组成的沙滩。 它们是美丽的石榴石。 你喜欢看到海浪拍打着这些石榴石。 还有你的脚连接它们的感觉。 它们的颜色是如此美丽。 你被深深地吸引了。 你可能希望坐在海滩上。 或者躺在这些石头上。 或者就站在那里。 感受着能量。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海底轮放松并且打开了。 随着这种能量在你的体内运作。 有一种释放和放松的感觉。 你的身体吸收着能量。 疗愈正在发生。 在你身体中的这一部分。 累积的所有紧张都被释放了。 你再次变得好奇。 想要继续去探索海滩的下一部分。 你发现一片美丽的海滩。 有着明亮的金黄色水晶。 它们是金色的。 当你体验这个海滩的时候。 你感觉。 你感觉你的力量中心放松了。 你感觉到。 你感觉到美丽的疗愈能量。 你感觉到美丽的疗愈能量。 正在平衡你的下三脉轮。 以完美的教准和平衡的方式进行着。 所有的紧张都被释放了。 。 接下来。 我们来到下一片海滩。 海滩上。 散落着美丽的玫瑰水晶。 它们的颜色是粉色的。 这是美丽的透明粉水晶。 比你以往所见的。 都要清澈。 还有透明。 当你用赤裸的双脚。 踏上这片海滩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的心。 正在打开。 你感觉到拓展。 同时。 有一种美丽的深深的爱。 从你的心中流淌。 流遍你的全身。 流向你的下三轮。 一直往下流。 流入这些水晶。 流入地球。 所有的紧张感。 都从你的心轮。 消失了。 有一种巨大的拓展。 正在发生。 你感受到。 非常地放松。 这是一种爱。 和滋养的感觉。 无条件地接受。 和信任的感觉。 你发现。 你可以在这份信任。 和爱当中。 完全地放松。 你可以释放掉。 所有的恐惧。 还有忧虑。 你意识到。 自己的合一状态。 你被深爱着。 也被滋养着。 。 当你再次前进。 你感觉到非常地自由。 非常地放松。 。 当你漫步到下一个海滩的时候。 你感觉到。 飘飘然了。 那里。 有一片美丽的蓝色石头。 它呢。 是青金石的颜色。 颜色深。 而且丰富。 。 当你漫步在这片海滩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的喉咙打开了。 你感觉到。 喉咙当中。 所有的紧张。 都被释放掉了。 你感觉到。 你的心。 和你所有的脉络。 都较准了。 你也感觉到。 心灵。 和喉咙之间的连接。 释放你表达的自由。 你可以感觉到。 石头的蓝色能量。 包围着你的喉咙。 这种感觉。 既扩张。 又放松。 你来到下一片海滩。 它们是美丽的紫水晶。 它们是深紫罗蓝色。 和紫红色。 这片海滩。 对你来说。 格外的美丽。 你想坐在上面。 感觉一下。 你脚下的水。 当你这样坐的时候。 你感觉到。 你的第三眼脉轮。 正在被激活。 和打开。 你可以看到。 你内在的光。 你可能会感觉到。 美丽的光芒。 脉动着。 当紫色大海的波浪。 轻浮着你的双脚。 你也可以感觉到。 光的波浪。 你的第三眼中心。 正在被静化。 它被打开。 并与你的心轮。 和喉轮。 连接起来。 而且完美的较准。 和平衡着。 现在。 当你沿着海滩。 继续的前行。 你会发现。 你已经环游了整个岛屿。 回到了透明的水晶海滩。 你对这片海滩的体验。 随着顶轮的开启。 而被加强。 当你站着。 或者坐在水晶沙滩上的时候。 你感觉到了。 完全较准于这股光的能量。 从你的顶轮。 穿过你的头顶。 穿过你所有的脉轮。 它带给你完全的平衡。 和教准的放松体验。 在你的脉轮。 或者情绪之中。 你不再有紧张的感受。 你只是呼吸着。 感受着这种平衡。 和健康的状态。 和健康的体验。 耳朵。 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你的脚步 跟随着自己的脚印穿过沙滩 回到你的金字塔之中 要知道 只要你愿意 你就可以来这里旅行 尤其是当你感觉 需要情绪上的平衡和疗愈的时候 当你感觉需要一次度假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到这里 所以 虽然现在离开这个岛屿 但你随时都可以回来 只要你想 你可以返回 在这里的任何一个 或者所有的海滩上 探索 度过尽可能多的时间 不过 现在 是时候重新返回你的金字塔了 请坐好 感觉到门被关上 你再次的被美丽的亮光 所包围 允许这光之金字塔 缓缓缓下降 缓缓下降 并缓绕在你的周围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你的光之金字塔 与你的石头金字塔 完美地重合了 你已经准备好 进行返程 简单的呼吸 你会再次的被传送 这里 是你们的爱之岛屿 你可以随时进入你们的光之金字塔 圣殿 前往爱之岛屿的庇护所 以这种方式 获得的平衡状态 可以给情绪体 带来最大的疗愈 并教准你们 现在 你们的金字塔 正在返回地球 你正与你的物质身体 进行重新的融合 但是 你仍然感觉到美丽的平衡 放松 和开放的状态 你把这趟旅途 作为送给自己身体的礼物 当你的光之金字塔 缓慢地 缓慢地 从你上方升起 并返回的时候 你仍然 可以保持 现在冥想的状态 你还会保持 你可不得 你可不得 你不得 你没得 你恨 你不得 我保持 你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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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持 你不得 我保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